這是這邊很高檔的自助餐 我們兩個人 加起來大家飄流成功 它是有螃蟹的自助餐 它標榜的肉質在 有很多樂園的味道 然後還有做法 有煙燻的 超辣蝦的 所以我現在幫你剝好 都蠻道地的 好辣 然後真的是拉麵 它是 就是你點了 然後它才下麵的那一種 好好吃喔 很軟喔 看起來好像滿軟的 它加拿的那種 它又比較好吃 在美國就是吃早梅比較高涼的 呼呼 我們來 台下公 這邊吃它的buffet 聽說這邊的buffet是什麼 全美第一最有名菜色種類最多的 哇 然後價位我覺得好像也還好 再加進來更是盡盡 應該是往這邊走 那公Casino就好多吃喔 因為有拉麵機 然後也有就是 食器跟裝飾瓦的類似 比較相信你裡面會看到的圈子 裡面就是充滿各種羅馬 很像把羅馬翻新的那個感覺 超多人在現場才對耶 我們有線上先做預定 不知道會不會 就是可以再進去 就是有預定嗎 還是要先在這邊做全面包到的就好 所以也是要看自己的 所以是這邊很高檔的自助餐 我們兩個人 加起來大家漂流船團滿殘潛的 然後它是有螃蟹的這個 它標榜的這個 我們來吃海大公這邊超厲害 聽說是全美第一名的自助餐 然後我們剛剛大概走了一趟 它真的超多東西 它有就是各個不同的異國料 連中式的都有 然後還有韓式 義氣 義大利 就是各種海鮮也是非常的fancy 所以 飲料的部分 它現成的就只有幾個已經 就是調和好用的狀態 然後另外是它會 左邊來問你說 你要喝什麼 吃啊 茶啊 或是 水啊之類 可以另外在野生 沒有另外傳吃 所以 除非你要喝酒 所以這邊可能還有一些酒 大家可以去做一下 然後呢 它連 然後它有這種鮭魚排 就是一整份的鮭魚排 然後有很多這種現煮現做的藥物 好吃耶 很嫩喔 可以有吃到才有吃 它裡面有一點 就是沒有到程式 所以不會老 這真的蠻好吃的 然後剛剛我還有拿一個脆脆的 它放在中式料理的區域 類似什麼 杭羊蝦 還是脆皮蝦 那我吃是鳳梅蝦球 嗯 我覺得它夠道地 看起來不像 但是吃起來就是鳳梅蝦球 會老 有給過 這OK 我剛才另外拿了一個這個 現煮現做的插口 好 然後裡面應該是牛肉吧 好吃喔 我覺得這家是很合理 這是第一回合 我剛剛還有經過那個沙爹區 超大一塊 還可以啊 還可以啊 比較像是好 好豬肉吧 甜甜的 還不夠吃 但是跟沙爹不太一樣 沒有那個沙爹那個 花生的味道 就是甜醬的 然後剛剛還有韓式 就是有拿一個韓式牛小排 好像有點硬耶 這雞有很多 白天很久不久 你拿一個這種韓式的大雞 欸 我覺得它蠻厲害的 它不然是美國 但是它把 四個一國料理做的時候 還蠻小的 在港式的區域 找到一顆蝦餃 也還不錯 也還不錯 它裡面有完美的蝦仁 我也有看到那種蝦香 它就真的蝦仁 真太實用 不錯不錯 然後剛剛飲料有上來 我們點了一個 有橙汁還有個冰的檸檬茶吧 他們這邊什麼東西都好大 好鋸 不過還好這不會甜 真的蠻解膩的 這是紅茶冰的紅茶 然後他們加個檸檬 我剛剛還有看到蝦仁跟干貝 它是兩半的 但好吃欸 貓干貝 它都沒有說成熟 是有點 很半成熟 但是是新鮮 然後很鮮甜 然後有點軟軟 但是有成熟 它有連炒乳豬都有 它剛剛有一個就是一整 然後把那個 酥的那個脆皮的那個都刮下來 然後弄得一片一片這樣 這烤乳豬竟然很好吃欸 很水 不會乾乾 你現在好像吃了烤乳豬的時候 還很乾 然後很鹹 這可以欸 欸我覺得吃下去蠻厲害的 可以把各國的桌做成這樣 尤其是台式啊 跟那種黨式的可以講 我覺得算你們很屌 那其實第二回合 我們去拿了一些 牛肉 它牛肉有個部位 比如說樂園的部位 然後還有做法 就是煙燻的 還有拿很多海鮮 除了帝王蟹呢 它還有一些 新鮮的蝦子 超大米 然後還有這種 就是扇貝類的 那是蛤蜊吧 大蛤蜊 超大蛤蜊 它有那種就是 比較泥泥 然後餡的一片做 像 它有這種法師土 這感覺應該會很甜 要試試看 先來吃個牛肉 欸這感覺不會太柴 它是煙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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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煙燻的很香欸 好吃 那我吃一點樂園 樂園好像比較硬一點點 那感覺是幾分熟啊 五分熟啊 五分熟啊 還不錯欸 吃起來有 吃起來最juicy的 沒有口感 除了這個大辣的 蟹餃之外呢 欸這塊肉超多的 嗯 好鮮甜喔 海鮮居總量還蠻多的 那我還拿這個超大的蝦子 對 而且要幫你剝好 它旁邊有一些醬料 好鮮甜 這算是飯吃什麼的蝦鹵 因為它本身是鮮甜味啊 它有這個超大可麗 它本身應該是會辣 它是白白的辣椒 辣椒碎木的類型 然後可麗很大一顆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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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味道 它這樣很奇妙 泰式的喔 它很像那個 叫什麼 辣 那種小的辣椒 我不會拿去吃 喔 涼拌辣的感覺 那比較大顆版的那個炒辣 是炒辣 涼拌辣 這邊最貴的原因大概就是因為有這個螃蟹夾 這個螃蟹夾很長 就我剛去看的時候那邊超多人的 然後它是用那個大夾子去夾的一些螃蟹的夾 然後幫它也記得 所以它那還有給你一個那個剝螃蟹用的夾子 對 然後這邊還有給一個剝螃蟹用的夾子 不過這個感覺應該應該應該是剝這個吧 剝這個蟹 蟹熬的地方 那整個肉還算 算還蠻多的啦 鮮鮮嗎 不錯吃耶 吃起來蠻便宜的 而且蠻便宜的 算比中式還好吃很多 所以我來吃帝王蟹指回票價 對 它中式真的不要吃 因為中式很鹹 跟台灣煮的比起來真的是超鹹 它沒有不好吃它只是太鹹了 剛剛它用法式吐司就忍不住就先拿了 這是香蕉口味的吧 好甜喔 可是是好吃的喔 然後這個法式吐司還有一點脆脆的喔 法式就是你點了然後它才會現場弄你那個香蕉跟 這算是有點焦糖的那種醬 所以它的麵包還有維持原本的脆度 不會說整個都泡的爛爛的食物 麵包是酥脆的 還會這樣燙燙燙燙 不知道有點肉味味嗎 我剛剛在中式區看都超多中式料 現也現做 然後有那個泰式的這個洞夭湯 酸辣的這個 要喝開 蠻道地的 好辣 另外竟然還有拉麵 裡面有豬肉 有一片豬肉 然後真的是拉麵 它是 就是你點了然後才下面的那一種 嗯還可以 因為偏鹹 這裡的東西好像會偏鹹 嗯 可是可能在這邊喝到肉湯我覺得算還不錯 這裡就每次都要肉湯買 它麵是偏硬的我就吃了 最後的壓縮就來到甜點跟水果的帕拉 它甜點其實也很多 就一整圈子四面八八 然後還有現做的承認 就是太飽了 而且沒有芒果 其實吃完前面的那些熟食就已經很飽了 那甜點真的很難是繼續再吃下去 然後我們就拿了那個芒果的冰淇淋 嗯 好吃 芒果味有很重嗎 好吃 而且它很過耶 是苦的嗎 嗯 甘苦的 蘸淋 還要我怎麼吃 一個 然後先入鮮 還有沒有 還有我拿一個 甜點 它甜點超多甜 好吃喔 很軟喔 看起來好像蠻軟的 因為色彈牙的這種 它又比較好吃 好Q喔 它有經驗到欸 那你咋的鞋子看起來好好吃喔 它有一個鞋子蛋糕 就一般 現在美國就是吃草莓吃到超涼的 這草莓甜嗎 感覺蠻大哥的欸 它有一些腹噴梅 藍莓 腹噴梅感覺會很酸 其實不會 然後 不酸欸 顛覆我的記憶 不酸 而且我剛剛還先偷吃一點甜點 再回來吃的 所以它本來應該是超甜的 藍莓稍微酸一點點去 我今天也會看起來 我是一個小小小小的 我也要看起來 但我以為你吃了幾乎 大小小小的 都是吃的 吃的 很酸 我總之吃的 然後吃的 你吃了 就是 吃的 一口 吃的 吃的 这次我们在美西待了十天九夜 去了旧金山和拉斯维加斯 途中我们去了非常多著名的景点 包含了大峡谷国家公园马提湾 当然还有饭念林立的赌称大道 回到旧金山后我们去了很多市区必去的景点 像是金门大桥、艺术工、路人大厦 还有鼎鼎大名的恶魔岛 这趟旅程我们也吃了各种不同的美食 包含了各家的burgers、牛排、自助餐 甚至还有中式的米其林推荐餐厅哦 最重要的一part当然也包含了购物行程 我们有去North Premium Alley 接下来就跟着Bready and Jojo去美国旅行吧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